來為各位示範這一道 第七十四這一組題目當中的第五道 真果咖啡冰沙 那這一種這一組題目呢 它是要自己用義式咖啡機來煮咖啡 煮完了之後呢 把它冰鎮 把它打到這個冰沙裡面去 那我們現在東西是已經都拿回來了 但是還沒有做完 我們請方靜先把果汁機呢 在前置作業的時候你要先加水 去把它打過一下 盡量都放在紙巾上 現在還在前置作業的階段 好 可以 好 那因為裝飾物沒有特別要切什麼東西 所以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接著現在還在前置作業的階段 就要準備到義式咖啡機的地方 請方靜呢把托盤拿出來 然後呢 帶著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器具 包括小鋼杯 然後帶一張紙巾 好 然後呢 你整個人就必須要移動到 義式咖啡機那邊去 好 那個 烤身呢 他走到了義式咖啡機的旁邊 然後呢 拿一個這個 把手 然後你要取這個 在烤場他會是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多啦 太多了 好 放在這邊 然後呢 開開旁邊的那個 磨豆的機器 開 好 然後取兩次 取到底 再一次 OK 好 拿出來看一下 如果你有完整的取到兩次的時候呢 他的量應該夠啦 那這樣子我覺得稍微不夠 再取一次 OK 好 然後在這上面稍微敲一下 敲一下 然後用這一個壓實器 這個叫做壓實器 去把它壓平 好 來 放進去壓 稍微轉一下 對 OK 好 然後把它擺在紙巾上面 然後請注意喔 這個上面 這個上面會有一些咖啡粉 這要把它剝掉 不然的話 它卡上去有時候 液體就容易從這邊滲漏出 所以這個把它剝掉 好 來 放進 現在準備要 上去液式咖啡機了 但是上去之前我們要測水壓 請它測水壓 好 然後我們其實是要看這邊這個表 OK 好 可以關掉 好 這時候把把手送上去 大概是45度角 45度角 45度角 從這樣 對 好 兩隻手 大概會把它推到接近中間的位置 好 你覺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這樣還沒還沒 好 來請站好 好 到這邊為止是前置作業結束 OK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等煎瓶長說 調製過程開始 好 開始你就壓 60毫升的那顆鈕 等一下要把這個小鋼杯放下去 好 請壓60毫升的鈕 那它會 因為它已經設定好了這個毫升速 所以它會自動停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是要等它 60毫升全部出來停了 OK 好 停了之後呢 請你把它拿起來 好 放到這上面 那這一個把手我們就暫時不動 在善後的時候再回來清洗它 那現在呢 就要把這個東西拿回去你原來的位置 我們準備要做冰沙了 OK 好 我們現在把東西送回來之後 這個咖啡液先擺在這邊 然後這個壓實器就擺到這邊 那現在的話因為咖啡液它是熱的嘛 所以就要先把它冷卻 所以呢 現在請先用這個雪瓶鍋 然後裝冰塊跟水 然後把小鋼杯拿過來 小心 把它擦對 在雪瓶鍋當中把它冷卻 好 冷卻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冷飲 冰沙的部分 手的話可以去測試下面這個地方 你看看冷卻了沒有 冷卻了沒有 冷卻了嗎 好 那現在把它放好 那個八叉子把它放好 然後冰水把它倒掉 冰水就先倒然後放回來這樣 對 對 好 好 然後呢 把那個 上座拿下來 給它擦 來 擦這 好 我們按照順序 先把咖啡液來加進來 咖啡液就這個 全部把它加進去 對 好 那這個你就給它放回去那一邊 再來呢 是摩卡粉 好 全部給它下去 OK 再來是25毫升的糖漿 好 好 那泡沫鮮奶油是要加到咖啡的上緣 所以不能在這時候加進來 好 那接下來因為這是咖啡冰沙 所以呢 你要用杯子去取冰塊 差不多取1.5倍 好 好 再半杯 好 先看看 差不多可以 冰塊也不能太多啦 因為太多它就會 味道會變淡這樣 好 然後放上去 可以打了 好 再打一次 好 就這樣 這時候呢 用八叉匙稍微攪一下 再攪一次 再攪一次 OK 好 差不多 這個再取要稍微小心一點 要稍微小心一點 慢一點沒有關係 這可以給它靠在杯子上沒有關係 這可以給它靠在杯子上沒有關係 當然時間慢慢也是要注意 它時間 總共有7分鐘的調製時間 還不夠 稍微挖一挖再加進來 再挖一點 差不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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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 可以 好 稍微把它弄平一點 對 用八叉匙稍微弄平就好 壓下去一點 OK 好 可以 然後這個給它蓋好 那最後還要再加一個泡沫鮮奶油 搖一搖 對 兩隻手 兩隻手會不會比較好用 對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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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可以 可以 這個在擠的時候 盡量要擠在杯子裡面 那這樣大概可以 還可以 好 請放好 然後把冰沙吸管放進去 好 把它送出去 OK OK 好了 謝謝